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利用Maya Enclosed布料来模拟头发动力学效果 相比曲线动力学驱动骨骼,用布料更适合模拟多边形类型的头发 碰撞交互也更容易实现 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利用Enclosed布料来模拟这个头发效果 那么像这种多边形类型的头发的话 如果我们用骨骼板定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碰撞的话是很难去处理的 那么它和我们的衣服或者是皮肤的话,它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穿插之类的 那么这种穿插的话,那么它是很难处理的 特别是像这种一个整体的这种多边形类型的头发 并且的话,它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话是有一些穿插的 并且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给它穿件骨骼 并且的话,我们也很难去区分这些多边形 所以的话,布料问题的话,那么它它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头发导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板定到我们头部的骨骼上面 其次的话,我们要确保它在T-Post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头发不能和我们这一个身体的话进行一个穿插 当然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角度不穿插 那么它也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 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些骨骼在上面 然后的话手动扳一下 把它给扳正了 对吧,让它不要和我们的身体呢进行穿插 然后的话,我们到解算完成的那一帧的话 我们再把它恢复过来 这样也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呢,就是说确保我们在解算之后的话 它能够和我们的身体正确的进行一个碰撞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操作 好,首先的话我们需要选择我们的这个头发 然后的话我们在fx模块下 找到这个enclose 我们给它创建一个enclose布料 好,创建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播放来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那位头发的话 那么向下坠了 那么它是因为我们的头发的话 它还没有和我们的身体的话进行一个约束 那么在此之前的话 我们这里要有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默认的解算的话 它是从第0帧开始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它到第20帧都没动 然后从第0帧开始的话 它就开始往下掉了 所以的话我们要修改一下 它的这一个解算器的解算时间 当然的话这里 不一定是预留20帧 我们一般预留50帧也是可以的 就看实际情况 这里我们从列复的20帧开始解算 我们看一下 好,没什么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给它做一个约束 这里的话我们进入点模式 这里的话我们就上部分这里 大概这个范围内的话它是固定的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套索工具 进行一个简单的选择 然后的话我们再加选我们的身体 然后在这个约束菜单下 进行一个点到表面的约束 好,我们播放来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一个头发的话 已经被我们约束到这个身体上面了 但是的话现在这一个头发的话太活跃了 那么主要问题的话 就是因为它这一个空间缩饭的话 它这个值太大了 这里的话我们找到这个解算器 然后在这一个缩饭属性下面 找到这一个空间 空间缩饭 这里我们现在减小一点 我们设置为0.2 来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那么它这个头发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活跃了 我们回到一副的20帧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先要给这一个头发的话设置参数 空转的话我们等会再来做 那么这里我们找到这一个预设 预设里面的话 那么这里的话 我之所以用预设的话 就是方便大家后面调节参数会容易一些 就不用自己去一个一个的试 这样的话我们能节省很多时间 这里我们选择这一个丝绸 然后选择替换所有 那么这个参数的话 它或多或少会给我们节省很多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它这个部分的话 那么它这一个弯曲是比较多的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它这些部分的话也是弯曲比较多 那么主要是因为压力和弯曲值的话 它是不够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增加它的这一个看压力值 还有这一个弯曲的看弯曲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先给到一个1来看一下 好,那么比刚才那么只是好那么一点点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需要考虑调节其他参数 然后这个阻力值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增加一点 让它不要那么的活跃 对吧 让它有一点阻力 好,那么这个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用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再增加它的这一个质量 然后的话 它这里是0.2 这里我们试试为1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 那么它这个图发的话 明显感觉到比刚才更重了 对吧 那么这个效果的话就稍微好一些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它增加碰撞了 因为这个头发的效果的话 已经基本正确了 然后的话我们选择衣服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身体 然后的话在unclose下 创建这一个被创建这个被动碰撞体 好,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身体啊 衣服啊是没有任何的穿插的 对吧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这里头发的上半部分的话 它会一直在跳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它是因为我们对吧 我们这个头发的上半部分的话 它可能会和我们的这一个皮肤的话 就产生碰撞 所以的话我们需要利用权重的话 就是说让它这个部分的话 头皮部分的话 让它不要发生这一个 不要发生这个碰撞 特别是刚才我们约束的这个范围的话 我们不能让它产生碰撞 怎么做呢 我们在unclose下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找到这一个 嗯 这一个绘制纹理属性 对吧 这里我们找到这一个碰撞强度 碰撞强度的一个权重 好,我们顾力显示一下 然后把这个权重的话给它刷出来 那么这个灰色的部分的话就表示 不发生碰撞 或者说是减弱它的碰撞 我们绘制一下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就不要 不要去绘制了 因为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它 需要它有一定的碰撞对吧 要不然它直接头皮露出来了 因为它是一个拐角 好了,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那么现在它这一个一闪一闪的就没了 那么这里的话它是正常的碰撞 这里我们不用管它 因为这里只要我们开启这个刷面显示的话 那么它这里的话就不明显了 对吧 好,我们现在差不多 我们先拍个屏来看一下效果 好 给我们看 我们下时间就能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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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它这个效果其实现在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们再按三件平花 那么这个效果就比较好 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头发效果的话 基本上就有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头发 给它创建一个缓存 这样的话我们在 时间交换拖的话 那么也能直接看到效果 这里我们选择Encatch 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一个 EnObject 然后的话直接创建缓存 这里因为我有一个缓存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替换 让它跑一遍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开始把整个缓存 这里上了 通过来 不得来 那么现在我们滑动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就刚才有一个问题的话 就忘记说了 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 回放模式 我们一定要设置为播放每一帧 如果我们设置为下面的 那么它这个效果是不正确的 它会提示那个跨度过大不发解算 对吧 所以这里一定要选择播放每一帧 这样的话结果才是正确的 这样的话创建缓存以后 我们的这一个图发的话 就播放起来就不需要重新解算了 好没什么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这一个相处缓存 然后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要重新解算对吧 那么我们调整的参数重新解算 我们需要在这这个位置 在这里直接选择这一个创处缓存 这样的话它又可以重新解算了 当然我们做动画的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不想让它动对吧 就想让它定住了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它的解算器 这样的话在这一个开始针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值的话设置大一点 这是为99999对吧 那么它一般我们不会不会K到这么长对吧 所以它只会到999针才会开始解算 那现在的话就没有动画了对吧 这个头发就不会动了 就方便我们去进行一个动画操作 我看现在应该是没什么可以讲的 总之这些参数的话就是说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那么我给出的这些的话就是说 呃是一个我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值 像碰撞啊之类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特别是这里的自碰撞的话 一般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个线对吧 点线碰撞 有的时候它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的话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裙子 怎么去解算对吧 其实方法都差不多 只是参数稍微有些有一点不一样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